覺得他似乎市場上常常看他的消息 但是他的獲利並沒有相對說是獨佔凹頭 相骨明聽得好心急 因為中信金併購傳聞一波接一波 尤其眼下如果真的吃掉新光景 恐怕得先幫忙填新售財務前坑 市場推測中信金將因此面臨巨大的增資壓力 這也讓31號中信金法說會法人問報併購議題 到今天為止我們跟新光景的管理團隊 都沒有任何正式的接觸 併購坦白講就是很複雜 而且談得越少越好啦 中信金首度公開回應跟新光景沒正式接觸 卻曖昧開出併購兩要件 第一是要又大又好的銀行 第二是受賢與證券有互補 價格合理也能談 不過中信金好不容易才擺脫一元金 今年鼓勵給到1.8塊 我們的銀行應該可以穩定的 持續在增加它的獲利 那保險因為第一季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我個人是覺得我們今年維持 跟去年比較雙元素的成長 應該是有機會啦 但謠言滿天飛股民難免心慌慌 把矛頭指向近期重返中信金的估重量 以下傳出買巨蛋以下傳併購 野心勃勃 怎麼會十幾年沒有回去 這樣子也是感覺有讓投資客會很扯啊 就算以前他沒有在董事會裡面的話 我想他對中信金的發展重大的事項 他還是非常的關心啦 而且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啦 營運團隊跟小股民想法很分歧 但關鍵的還是股重量回鍋 恐怕得先拿出成績 小股民才能安心 多采新聞綜合報導